一别两月 你可轻瘦多了 蓬莱仲与世隔绝 臣妾日夜为四郎宣戏 朕也是 所以你一回宫 朕就赶着来看你 安贵人当真与你情重 直到你要求竟蓬莱仲 他固执来求朕 朕 准他和你一同去 同甘荣义共苦难 雪中送炭之情难能可贵 安妹妹的确如皇上所说 但臣妾不敢把真相告知 少一人知道总是好的 皇上可还好吗 自你回宫 这话你就问了好多次了 是吗 臣妾自己也不知道 没事 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都过去了 敦亲王允娥 囚禁宗人府 元寺更名阿琪纳 元汤更名塞斯黑 阿琪纳 塞斯黑 这是咱们满羽 意思是诸狗 这些人谋逆犯上 给他们启明诸狗 也是侮辱了诸狗 皇上一举拿下敦亲王 古真是天助皇上 一切顺利 朕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朕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敦亲王意图不轨之前 曾想向 严庚瑶解兵 这封密函 被果郡王拦截了下来 那年庚瑶接到密函 会如何处置呢 朕不知道 严庚瑶 臣妾想 他不至于真感免返 他舍不得眼前的融入 若真要冒险 他所得之物 也不会比现在更多 年庚瑶对朕 已有怨对之言 但年庚瑶会顾及华妃 所以不敢妄动 但臣妾好奇 敦亲王 为何会找上年庚瑶 而不找别人呢 朕在想想 别人怎么样朕不管 朕只知道 你为了和朕演这场戏 实在是受委屈了 其实朕 不一定非要打发你去蓬莱州 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 会伤着你 再者 你不在 年庚瑶和华妃 就不会那么警惕 臣妾明白 本是为了大清和皇上 臣妾受些委屈不算什么 执政者 还还也 皇后娘娘万福今安 要问安 明天早点来就是了 你刚刚回宫 这么晚还过来不累吗 臣妾一心感激娘娘 若不连衣过来请安 余心不安呢 起来吧 多谢娘娘 这回来的路上 没有跟婉嫔抱怨什么吧 没有 臣妾谨守本分 不敢多言 那就好 皇上吩咐婉嫔的事 她不敢轻易与你说 你若抱怨婉嫔 传到皇上耳朵里 只会怪你不懂事 皇上会称赞她守口如瓶 倒不如你不闻不问 皇上反而会觉得 你很懂事 本来皇上就很赞许 你此次跟婉嫔 去蓬莱州的一举了 臣妾原本还在犹豫 若非娘娘指点 还不敢抛下一切前往呢 婉嫔太聪慧 非要你显得笨笨的 她的聪慧才显眼 臣妾虽不明白 但一定听娘娘的 皇上的事 现在同本宫说得越来越少 本宫不能不打听着 否则婉嫔尽先机 难保不会是第二个花妃 臣妾应该不会吧 她也没这个本事 得皇上如此宠爱 就是本事 人心难测 留个心眼总不会错 臣妾受教 此次敦亲王出事 也给年庚姚打击不少 花妃那边 娘娘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松口气 还早呢 我您可以聆订吗 我只要素人